談談一張敏華,這是Kitty Show,她是1999的敏華 她說她15.7有貨,她說興奮到不知走不走好 那你又如何建議她呢? 這張館我也看了好一段時間 你問我這一層她升上來就炒618的招售旺季 因為她很多產品都經過現在網上的不同平台去購買 她以往兩年在雙11、618這些傳統購物節 那個銷情是很厲害的 即是內地方面的銷情是很厲害的 所以你說國內業務我就不擔心的 特別是她來開很多新店和產品都越來越走向高端 但是因為敏華本身的收入或者盈利 就不只是靠國內 她以往都是賣很多的梳化去美國那邊 或者歐洲那邊都有 現在她面對最大的問題在哪呢? 就說出口那邊一來人民幣之前升上來 二來就說你面對那個航運的價格升得太厲害了 之前他們管理層開了一個電話會議 我也有去聽的 他們都很特別強調 就說現在她要找一個貨櫃 把產品運送出去都找不到 或者價格是貴了很多 她說這個情況下 根本支持不到那個出口業務 而且是很蠶食的利潤 即是蠶食得很厲害 所以她寧願不做 因為你做的都根本賺不到錢 你的收入這麼貴 難道我加這麼多嗎? 所以她寧願不做 所以我自己預期 她今年應該這兩季 那個業務 就真的純粹靠國內 但由於她的海外部分都佔得不少 所以我就不敢說 她現在這個股席 是三十多倍PE 是不是真的合理? 所以如果你說十五個多有貨 賺了這麼多 我建議就不要太貪心 去到你二十元留上 有機會的話 都找到她可能在吃戶線 是,好啊好啊